一 三 同意罷免 摩托车队大集合 有的插满旗帜 有的贴上布条 创意满满 就要展现罢免谢国粮的意象 甚至有人别出心裁 身穿自制的轻鸟服装 用宝太平做了一个鸟子 骑在路上的话 就很吸眼球 市政府实在是 太无能的情况之下 我是觉得 每个公民都应该站出来罢免他 为了冲高 谢国粮罢免案的同意票数 山海公民拆凉行动 发起车油扫机活动 从基隆车站北站出发 绕行庆安宫 仁爱市场爱三路邮局 等等的著名景点 行程约莫40分钟 经过基隆市政府的时候 还特地放慢车速 希望谢国粮听见市民诉求 感谢今天刚好天气 没有像前几天当下好大雨 那到选前的一周 就是10月13号的前一周 我们每天平日的晚上 我们都会安排车油的行动 民团展现罢免决心 基隆前市长现任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 日前也在脸书发文抱不平 一辈子管渔船的现在被调去管公车 最资深的教育人员被调去管社福 当同仁专业不被尊重表达不同意见 就可能随时被调离限职 只能个个尽身尽严 这样城市还能进步吗 这样的一个人事调动 基本上很不合理 我想也打齐公务员的一个士气 我们当然是心疼这些优秀的公务员 我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一个立场跟想法 我们是在陈述的一个事实的一个状态 罢梁进入倒数面对外界批评 国民党和谢国梁言辞驳斥 表示罢免没有正当性 基隆市府经得起检验 李崔不同意票 要守住基隆这一席 女性文周荣轩 赖文宪 郑主任方俊怀 SNG小组 基隆报导